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因为美国的股市 尤其是NASDA 在上个礼拜五 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之后 那连续两天的修正 在昨天跌了160点 那这个修正的幅度 蛮大的 那道琼盘中一度跌500点 收盘的时候跌328点 就对今天早盘的雅股 又造成压力 但是呢 今天的台股 盘中再度跌破百点 最后中场拉上来 收了一个跌44点 扣掉国泰金跟富邦金 今天除息大概接近20点的影响 那台股今天最后中场收盘 大概是跌大概20来点 所以呢收了一个 非常长的下引线 盘中是跌破的年线 那收上来 收了一个长下引线的一个红K棒 那我先讲结论 我定义 今天 因为美股的大跌 尤其是NASDA 有点像是补贴的感觉 因为之前上礼拜还在创新高嘛 根本没有跌到 真正的跌是在今天 所以跌了160点之后呢 就针对台股做最后的利空的测试 因为其实你说台股这一波 从1261 跌到了10651 总共跌了600以下来 如果说我们把目前已除权除息的台积电 金融股等等一些小股票算进去 大概45度算100点 台股在这 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也跌了500点 那跌在美股的前面 跌在NASDA前面 NASDA昨天才出现一个 比较强力的一个补贴信号 那他就对于先跌在前面 而且跌到年线的台股 做出最后的利空测试 那测试完毕之后呢 收了一个长下影线 而且呢 我在今天的盘中的解盘文章中 我就一直强调说 当这一种做最后利空测试的时候 就是要准备测试说 哪一些公司 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产业 哪一些股票 是经得起测试 谁能在这种外在的 你说美股为什么跌 因为说美国可能要针对 中国的企业去投资 美国的相关公司 做出限制 那所以今天盘中 中央股市也跌了不少 美股昨天也跌了不少 但说实在跟我们批示 所以跟我们基本面没有相干的 但是我们却跌了白点 这个就是利空测试 那测试的过程谁能先拉起来 谁就是最经得起测试的强势股 代表市场资金 当大盘跌到年限 跌破的时候 先买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所以我在盘中解盘 其实我就已经强调非常清楚 那尾盘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什么 国具掌平板 华星科掌平板 和森堂收最高 其立心也是收最高 光洁也是收最高 达方马齐收最高 所以呢 最强势的股票 仍然是被动人间 今天呢 我在这一个节目 以及我的粉丝页 LINE的文章里面 我已经帮大家追踪了 长达不晓得几个月的被动人间 就算过去这两个多礼拜 它不断地跌 但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因为逻辑很简单 今天你放眼 台湾的股票市场 你说基本面最强的 营收成长 获利往上跳的 幅度最大的 那不二人选 还是一样 是被动人间 因为报价涨 营收成长 创新高 获利是倍速跳 股价在涨的过程 还追不上获利成长的幅度 本益比越来越低 那又遇到这两个礼拜的拉回 我说这叫天上掉下 创高的过程你不敢追 现在跌下来本益比更低 今天你不买 后来你一定会后悔 所以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逻辑说 基本面最强的 它未来势必要带着整个台股往上走 如果被动人间都涨不动 你也不要希望说台股会有多大的格局 但是当你看到被动人间再度开始 全面的创高或者涨停板的时候 那就表示台股那一把火 又要再度热起来 所以最强的还是被动人间 所以呢 我花这么久的时间跟你说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操作主要顾 你一定要跟人生长是错 当然短线上 它毕竟是跌了五六百点下来 它在一个底部准备要上去 所以很多股票呢 可能逆市长长两天之后 它又刹下去 那来回震荡幅度非常大 所以短线上的操作 你要保持灵活 所以呢我们在会员的操作就是 分成波段的持股 但是波段持股如果短线涨得快 会来回做加差操作 所以呢就是来回做 赚到加差 赚到一档再换下一档 等到那一档拉回 又有低档可以买 回头再买 比如说就像创意或者新居客 都是这样来回做 所以最近短线的操作非常灵活 比如说创意 礼拜五 最高315 那我们就在三百一几块 让会员全速获利出勤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买294到315 才短短大概三天的时间 就赚了超过20块钱 那获利先走一趟 那也因为盘市就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中大型股票 还要一飞冲天 那个都并不容易 强如被动员件 都已经修正了两个多礼拜 再逆市股票都会有蛮压 所以大家短线涨了二十几块的时候呢 先卖一趟赚了二十块 我们准备做乃回超速 乃回超速 因为轻耐米量产 我们会做乃回超速 那结果呢 今天的创意 盘中最低压回到273元 今天是星期二 礼拜五是卖在315 今天盘中最低是273元 也就是说 礼拜五你卖掉的 到今天价差超过了40块钱 那再买回来 你就等于是多赚到40块的价差 如果后面再涨回去的话 前面一趟赚20 这一趟如果再涨回去 就可以多赚40块 就变成60块钱 所以就是来回超速 灵活超速 但是我们还不急地买回来 因为礼拜五卖掉的时候呢 我们是去买 我认为短线会更加强势的 被动员金股里面的差不多价位 200多块的合生堂部分 那合生堂 礼拜五是买在大概192块吧 192块 那礼拜一呢 就涨4%了 收在217 结果今天呢 再涨5.3% 收在229的最高点 所以呢 这短短的礼拜五到礼拜一到礼拜二 那又赚了 抱歉 礼拜五是买在大概212块 212块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就已经赚了17块钱 所以 高价股就是很好玩 它价差很大 所以创意三天赚了20块钱 卖掉 绑下去差了40块 价差 赚起来 找机会再回补 就转到 合生堂的部分 昨天涨4% 今天再涨5% 也就是说这两天的时间 大概就赚了一根档 就满起来 所以呢 创意已经赚口袋了嘛 换到合生堂 又赚了大概10% 这个就非常的过瘾 就一档接着一档 赚完一档 再来一档 赚完一档再来一档 好 那说合生堂部分 因为股价整理一个半月 那第二季 我推估啦 第一季是赚3块1嘛 那我推估啦 我们可以看看 到时候应该差不了多少 我推估第二季的获利 应该有机会 接近大概6块钱 也就是说 它的获利基本上 在从第二季 第一季 大概翻得快 接近一倍 那季增大概9成 估计9成 重点是 赵老师大概 又跟上个月一样 就是说领先市场 告知 如果说你是 我的忠实的观众朋友 那你总是可以得到 第一手的资讯 但当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你懂不懂得怎么使用 那个就是看你的本事 那其实我也有跟你解读说 上个月 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中旬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金面电阻准备大涨 所以呢 带大家买什么 大翼 买光洁 就那一波都涨超过一倍 上个礼拜 我也跟 再预告说 MCC7月准备再涨价 那全市场没有人谈 就时候我再跟你讲 那 我也跟你讲说 7月涨价 大概6月底 就会发出公文 要 公告给客户说 如果7月要涨的话 6月份要先通知嘛 所以大概在月底 就是未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认为 应该很快就会 传输一些涨价的一些声音 所以当第二季的会议 如果说可以上看6块的话 第三季 因为这次再涨价 那营收获利会 再往上跳 那又回到 股市场的超人心法第二条 产品涨价的 公司股价是最标的 产品涨价是股价 最强的春耀 这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所以只要涨价 带动营收获利 再往上奔 那这个股价 最后一定是大涨 尤其是和珍唐 又从269.5元 拉回修正 来回整理 已经打了 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这一波上去 我认为不只是要创高 那股价 绝对有条件 更上一层 所以这是在 被动营键的 合成堂 当然等等 我们还谈其他 被动营键股 那我还是要谈就是说 最近你的操作 要非常的灵活 因为很多强势股 瞬间冒出头 你不出 一下子就打回去 那后来整理完之后 可能两三礼拜再创新高 但那两三礼拜的过程 整理的过程 那就是一种煎熬 所以要把握那种短线的一个价差 所以最近我们就说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就说 要买一档MOSFET的新标股 昨天 涨停板 礼拜一涨停板 大标 三五六七的异常 今天早盘再创新高 四十一块半 我们就很顺利的 带着会员上礼拜 买在大概三五三六的持股 全部获利出清 全部获利出清 那 从 这个应该是三十五 从三十五到四十一块五 就大赚六块半 十八块 十八八 十八八 就完美出在 今天的早盘的最高点 就出完之后呢 就压回到三十七块五 所以你早上出四十一 尾盘拉回到三十七块多 这一来一回 就差大概四块钱 所以 你好几天的时间赚了十八八 但当天高点不出 可能你当天 你的十八八剩下连八八都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是不是可以 顺利出在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其实会比买股票的时机来得更为重要 那我还在强调说 现在大盘打到宁线 因为主流股 贝东文件股已经上来了 我预计低档不多 但是大盘没有条件 币形反转 它还是一个震荡达底的过程 所以很多股票 它会做一个轮动 所以操作上你要非常的灵活 所以异常的部分 今天就找盘出在高点 三五到四十一块半 赚六块半赚十八% 赚完一档 再准备换赚 下一档 新的标的 一档接着一档 那这一档新标的 昨天我们已经 先买第一次 那我也跟大家做了预告 就这一档TESLA新标股 那昨天收盘就收得不错 那今天收盘再涨5% 创波段的新高 那为什么说是TESLA新标股 因为很简单 它是TESLA供应商 但市场对于 它是TESLA供应商的掌握度 并不高 所以也是TESLA的概念股 里面的法人的一个遗珠 所以呢 当股价开始上来了 而且六月份营收 估计可以顺利创历史新高 到时候整个股价上来 能源度也上来 法人就会开始参与法说 开始写报告 办法公司 那整个量价都滚出来 法人就会参与度开始增加 到时候股价就是一个大波段 尤其是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 我认为营收就是一路往上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法人持股 还非常有限 但是已经开始买超买还不多 大概最近这阵子 大概买个大概两三百张 那只是一个出生段的刚刚开始 因为市场还没有非常明确掌握到 它是TESLA的主要的国民商 但是当营收六月份 营收可以创应高的过程 跟益昌一样就是说 当市场开始讨论说 六月份营收可能创高的过程 那股价蹦一个跳上来 这个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强势股 现在并不容易 一档股票一口气涨了三成五成 七成八成一倍并不容易 但就在一个轮上轮上的过程 我们要做一个灵活操作 赚完创意 转到合生堂 两天赚了大概19块 17块19块钱 赚完益昌 再换到全新的这一档 TESLA的表股 那我认为 要赚两三成 大概七月初 就很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说 回归主流股的部分 当然主流股一定就是被动元件 因为产品涨价 六月份 电阻涨价平均至少七成 所以光是 比如说国际 为什么今天可以涨停满 其实这非常简单 因为除了电阻涨价 那六月营收 我估计就可以上干75亿 再重新高 所以假设 法人估算说 五月份可以赚到一个股本 一个月赚一个股本 六月份的这个涨价 如果营收跳到75亿的话 我估计可以赚大概134块 那 营收获利越来越高 但是股价却从1255 杀了300块钱下来 所以我就说涨回到这个高点 再创新高 我认为都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就是 基本面总是最后会反映在股价上 并且反转是很合理的 那再来七月份MCE也要涨价 那这个涨价行情 我认为今天已经开始启动了 所以股价怎么下来就这样怎么上去 因为六月份是靠金面链主 所以可以营收上岸75亿 当七月份MCE再涨价的话 七月份的营收再跳高 应该就是80亿出头 那个营收获利 可能会高到你很难想象 因为每次涨价所带动营收的增加 那个都是经历的增加 股本则三亿几亿 营收增加了10亿的话 股价这个EPS就可以多三块钱 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估计10月份营收再跳高 所以电竹涨 MCE又涨 双重涨价 股价V型反转已经正式启动 所以这种就是主流股中的主流股 当然你说国具很贵 一张一百万真的买不下去 所以我会员很多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好几千万上亿的资金 也有几十万资金的一两百万 三四百万资金的会员 郑老师都要照顾 所以我都会帮大家尽量在差不多体财之下 寻找大家都可以操作的标的 比如最贵的是国具 那再来中间价位的MCE股票 就是合成堂 合成堂 那今天也收最高 那这两天已经赚了大概19块钱 快接近一成 那更低价的MCE股票 就是这一档达方 早盘买进 我反正收最高 收涨6%收最高 今天几百万资金 那就真的非常过瘾 就一买就赚钱 就是人生最爽的事情 那也是一样MCE的涨价股 而且是最便宜的MCE股票 那目前占营收大概两三成MCE股 所以光今年的MCE股涨价 就可以让它赚大概至少五六块钱 那目前每一笔也不高 所以前一波也是冲到95.6元才打下来 那我认为就是说这种涨价的股票 EPS营收都要往上跳 那V星反转状况性高 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再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今天台股利用美股的大跌 尤其到NASDA跌了160跌 做了一次地空测试 测试什么 测试年限的支撑 那事实上今天的一个年限支撑测试非常有效 因为拉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引线 代表它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一个支撑 并且最强势的股票不是什么台积电跟鸿海 真的主要股叫做被动引键 所以今天的被动引键股 那我已经跟你说破嘴了 比如说华欣科 因为MCE股要涨价 所以股价反弹这是非常合理的涨停板 国具涨停板 所以这种最强势的标的拉到涨停板 这代表那个后市大有可能 所以行情就是从现在开始 因为今天已经地空测试完毕了 我没有说指数要B型反转 但是我说强势的业绩股 当你有业绩题材的 在7月初有营收拿得出台面的 获利拿出台面的 股价都准备要大标一波 尤其是6月份公布完营收之后 再来就要第二季的财报跟半年报 所以谁的那种获利数字 非常突出的7月份股价 一定打不要特别 所以跌破半年线跌到年线 这边你不满你更大合适 你就是要从现在一路转到中秋节 所以我才会说 端午节过后 利用这次的回答 我将带着大家一路转到中秋节 并且现在只要168的年度 最大的优惠 机会非常难得 168最大优惠 带你从端午节过后 一路转到中秋节 好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等会儿再聊假股票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这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每天可以在节目上 跟大家聊股市行情的时间 其实并不多 所以我尽量都是用最简单的逻辑 把我想表达的看法 把它表达清楚 今天我就跟你讲说 台股经由美股的大跌利空测试 胶带年线的支撑 已经差不多了 那在利空测试之下 被动年线股可以博具 华欣科强势涨减满 其实这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后面主流股 仍然是被动年线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所以再来非常多的被动年线股 我认为都会V型反转 比如说华欣科 那昨天涨6.2% 那奇迹新 保险奇迹新 最有实际V型反转 今天在大涨5% 收到最高点179.5元 那V型反转已经开始启动了 那我估计它6月份的营收 可能会比5月份多个 大概3 4亿 甚至有可能更多 因为电竹涨价 合并没累 所以这是双重的力度 而且重点是 它的营收增加的幅度 若是因为涨价而来的 那个都会是净利的增加 所以6月份的单月份的EPS 那将会跳高到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倍数 所以股价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那就像我说的 因为它同时要合并减资跟涨价 就是国际的反反 所以当初国际怎么走的 下半年这个奇迹新的部分 我认为就是一样的一个走势 奇迹新的部分 非常非常看好 再来光洁 昨天翻转交易第8天 涨到65.5元 今天翻转交易第9天 开始增温了 尾盘收最高 涨6.1% 收到69块 那明天翻转交易第10天 大概翻转交易的最后几天 其实该涨的都会涨 那V型反转绝对值得期待 因为我说因为翻转交易打下来 其实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个看法我都没有改变 因为它的电阻比重超过8成 平均涨幅超过7成 所以呢 可预见的6月份营收将会好得不得了 然后营收增加都等于获利的增加 所以那个获利将会大爆炸 随翻转交易就快解除了 明天最后一天 这次不会再被关了 所以V型反转可以期待 再创新高 我认为绝对有这个实力 那再来 除了变动硬件股之外 我们也有开始陆续布局一些 营收会非常非常突出的 其他族群的股票 比如说伊昌 今天早盘 在高点 获利除新赚了18% 出完之后就掉下来 跟这个创意上礼拜五一样 那开始布局这一档 TESLA新标股昨天涨 今天再涨5% 创了波段新高 因为TESLA进入出货旺季 那估计6月份营收将会创高 7月份到9月份一路向上 法人刚刚开始买进 大概两三百张还不多 有非常大的一个 持股部位建立的空间 那股价创高 上档没有任何压力 那这一波上去 我认为也是一个 可以让会员 再达成三成获利 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波段股 主流股 跟营收的短线强势股 我们一档一档帮大家准备 就赚完一档再一档 赚完一档再一档 赚完创意再合成堂 赚完异常再换TESLA的新标股 所以我将带着大家 从端午节过后 一路赚到中秋节 现在正好是最好最好的进场良机 因为过去这两次 跌破年限都是大涨 所以现阶段跟正好市操作 只要168的年度的 最大的优惠 机会非常难得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跟上我们操作的小铺 端午转到中秋 只要168 赶快把握机会 大家收拾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